爱护台湾生态与环境教育的朋友大家好 有些事现在不做 以后也不会做了 2024年10月13日 我有幸参观了教导大府的个展Simply Daily就是日常 展览在屏东的碳海美术馆举办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系列原型的视觉 这些画作并非传统的方形或方形 而是进步的 让人不自觉的想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一个微型世界 画中有著熟悉的郊区巷弄 老树 小巷 甚至是渔船 的视觉表现让这些日常场景跳脱出来 似乎要与观者交流 诉说他们的故事 最吸引我的是一幅东海口渔村的绘画作品 似乎随着画中的河流吹来 渔船彭扶不再只是工具 成为了一个有故事的角色 他或许见证了渔夫们一天的辛劳 或许承载着家人期盼的 这幅作品深深触动了我 辅的作品提醒了我 那些被忽视的日常 其实蕴藏着无穷的美好和感动 整个展览的安静而沉稳 观展的人们大多静静地欣赏 不自觉地都放慢了脚步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 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去看见那些平凡的事物 并重新发现生活的美 展览的现场 碳海美术馆本身也与焦岛大夫的作品相得一张 轻柔地拍打声 海风轻轻突破 让人心情平静 Simply Daily就是日常这个展览 不只是一场艺术的展览 它更是一场心灵的疗愈之旅 邀请我们重新调整自己与生活的关系 助放慢脚步 细细品味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 重新找到生活中的感动与意义 总结来说 这次的展览会让我深刻体会 艺术不一定非要宏大的叙述或繁复的技巧 有时候 只要我们用心去看待平凡的事物 它们就会变得充满失意与美感 到大夫透过他的点球平面球技法 成功将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瞬间转化为艺术 让我们重新看到了生活的美好 欢迎大家来参观 心存善念 说好话 做好事 坚持赏鸟初衷 不要抓捕 不要围观 不要破坏 不要惊吓 不要引诱 才是正确的观鸟态度和行为 今日鸟类 明日人类 布莱克独牧州生态研究中心 2024年10月16日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